Hello,小朋友们好,今天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拼音王国里面进行游览玩耍 我们要认识的是生母宝宝,德特呢勒,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课当中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呢,就是要正确的认读生母,德特呢勒,读准音,认清形,能够正确的书写 第二个呢,就是要正确的去拼读德特,勒,勒和丹勒,阿,阿,伊,乌,于组成的音节 第三个就是要借助拼音正确的认读马路,泥土,两个词语认识,马,土,步,三个生字 第四个我们要正确的去朗读儿歌,轻轻跳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幅图当中的生母都有谁呢 我们一起来找一找 先来看一看,这一个大大的门,这个门的形状像什么 像是撸,对不对 那再来看呢,这只小猪它正在干什么呀 咚咚,在打鼓呢 好,那这个打鼓,这个鼓层像是什么呀 像是撸,对不对 而且打鼓,它打鼓的这个动作呢 提出了我们得的音 再来看下一个,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伞 那这个伞柄的形状像什么呢 像是生母车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先来看一下这个鼓声 咚咚咚的这个声音 提出了我们得的音 而且呢,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鼓和这个鼓鼠 它们的组合像是什么呢 也就是这一部分 这是那个鼓 而这个呢,是这个鼓鼠 像是什么呀 像是这个哲的生母 像是这个生母哲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伞 观察一下 这个伞,它的伞柄像是一个什么呢 像是一个生母哲 它的形状 像是生母哲 在这里 这是一个短短的小横 而这个呢,就是哲 它的一个树有弯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一个拱门 这拱门是不是特别熟悉 我们之前刚刚学习了两个拱门 两个拱门是读什么呢 是读摸,对不对 而这是一个拱门 一个门洞 它像是什么呀 像是生母哲 记住 一个拱门是生母哲 两个拱门呢 就是生母摸 好,再来看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小老鼠 变成了它去打鼓 对不对 那注意观察一下 小老鼠手里边举的这个骨垂 这是一个什么 像是一个生母哲的形状 骨垂的形状像是哲 再来看下一个呢 这个小骨和一个骨垂 它们组成了一个什么生母呢 来观察一下这个形状 这是一个小骨 它的一个骨面 而这儿呢 是一个骨垂 它们两个组合到一起 有点像是生母哲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敲小鼓发出来的那种 咚咚咚咚的声音 提示了我们生母哲的发音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小的顺口 小鼓敲响 哲哲哲哲 来记住这个哲的音 再来读一下 哲哲哲 一定要记住 小鼓敲响 哲哲哲 好 那再来看下一个呢 这个哲它要怎么写呢 是由几笔写成的呢 来看一看 哲它是由两笔写成的 站的位置是在中格和上格的位置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第一笔 先写什么 来看一看 第一笔先写的是左下半圆 然后第二笔呢 才是一笔数 左下半圆在写的时候 要写的饱满一些 那这一数呢 上边是不能够碰到第一条线的 注意这两点 第一个是左下半圆写饱满 第二个呢 第二笔数不能够碰到第一条线 两个注意点 需要注意 好 接着再来看一下生姆特 生姆特的形状像什么 观察一下这幅图 像什么呀 像是这个伞的一个伞饼 对不对 我们手里边拿到伞饼 那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伞饼来记住它 说是伞饼朝上 特特特 一定要记住 特它的形状像是一个朝上的伞饼 那来看一看 这个特它要怎么写呢 是由几笔写成的呢 来观察一下 特它也是由两笔写成的 站的位置是中格和上格 那特的第一笔要写什么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幅图 它告诉我们 第一笔是要写树右弯 记住 这是一个树右弯 第二笔呢 是要写一横 在写树右弯的时候 上边的树是不能够碰到第一条线的 而第二笔写这一横的时候 要注意把横写的稍微的短一些 而且呢 它的位置是在哪 观察一下 是在第二条线稍稍靠下的位置 对不对 没有正好在第二条线上 这是特的书写 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生母诺 生母诺是由几个门洞组成的呀 是由一个门洞 一个拱门组成的 对不对 那由两个门洞 两个拱门组成的 读什么 读做摸 我们刚刚学过了 所以一个门洞 来注意一下 它的发音 再来读一遍 一个门洞 再来看一看这个 它要怎么写呢 我们注意一下 其实我们学会了写生母摸 这个呢就太简单了 就是它的一半 对不对 这个呢呢 它是由两笔写成的 站的位置呢 是在中格的位置 在写的时候 在写的时候 第一笔写什么 写树 那第二笔呢 写的是左弯树 是从左边开始起笔的 所以呢 它叫做左弯树 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在书写的时候 要注意中格是要给它 占满格的 再来看一下下一个 生母 摸摸摸像什么 看这个小男孩 他在表演一个杂技 对不对 在鼻子上顶了一根小棍 这个小棍笔直笔直的 它的形状呢 就像是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顺口流 来记一记 一根小棒 勒勒勒 何老师一起来读一遍 一根小棒 勒勒勒 那勒怎么写 这个应该是 最简单的 是由几笔组成的 是由一笔组成的 站的是上格和中格的位置 要注意 在书写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下 第一笔数 上边能够碰到第一条线吗 肯定是 不能的 对不对 它要在第一条线的下方 略低的位置 开始起笔 然后最后停笔的位置呢 是在第三条线上 注意一下 第一笔是 由一笔写成是笔数 数要在第一条线的下方 略低的位置起笔 然后收笔是在第三条线上 站到的是上格和中格的位置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笔和得 它们两个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前面我们学过了 笔 笔是什么呀 想一想我们学过的那个手势 哎呀 你真棒 这个是笔 对不对 那得呢 得是什么 还是这个你真棒的手势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左手的 对不对 那这个得呢 它就是右手的 你真棒 来观察一下 你真棒 是不是一个是波 一个是得 它们两个手势不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 这个半圆的位置 它是不一样的 波呢 是右下半圆 而这个得呢 是左下半圆 一定要记住 这是二者的区别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较一下这个 笔和得 笔和得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注意观察一下 它们两个的区别在哪 这个 对不对 它的方向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 这个波呢 像是一根拐杖 它是在上面的 所以一根拐杖是 波 波 波 而处在下面的这个位置呢 是什么 像是散柄 所以是散柄朝上 特 特 特 记住 它们两个的方向 也是不一样的 那再来看下一个 摸和 呢 这个刚刚我们一直在说 两个门洞是 摸 摸 摸 而一个门洞呢 是 呢 呢 呢 所以这就是它们两个的区别 两个门洞 摸 摸 摸 一个门洞 呢 呢 呢 注意 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 孕母 一和 生母 摸 它们两个的区别 区别在哪 一个有点 一个没点 对不对 有点的是读什么 有点的是孕母 一 没点的是生母 摸 要看一看 牙齿对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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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小棒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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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点的 一是有点的 这是二者的区别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一个双拼的音节 由生母和育母 以及声调组成的双拼音节 怎么读呢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生母在读的时候 一定要是轻而短的 而育母在读的时候呢 是音比较重的 两个音呢 某一碰撞就组成了这个双拼音节 我们来读一读 得 额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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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 得 得 得 记住 这是两个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得 通 呢 呢 和育母组成的双拼音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一个 先来看一下育母 得的双拼音节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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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就是这个 打 第二个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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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获得 就是这个 得的音 第三个 得 一 低 低 高低的 低 就是这个音 第四个 得 得 读 得 读 有读 读要 就是这个读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得 打 打 得 得 得 低 得 读 记住 再来看一下 特的双拼音节 特阿 他 第三人称 他 特阿 他 再来看一看 下一个 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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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特殊 就是这个 特 再来下一个 特一 提 特一 提 马提 提字 就是这个 提 再来下一个 特五 图 特五 图 图书 就是这个图 我们再来读一遍 特阿 他 特二 特 特一 提 特一 提 特五 图 记住 他的 双拼音节 好 再来看下一个 呢的双拼音节 来 第一个 那 拿 手里边拿着 东西 就是这个 拿 第二个 那 呃 神话传说 里边有一个三头六臂的小孩 叫什么 叫做 哪吒 对不对 再来下一个 那 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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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你 再下一个 那 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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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生气 发怒的那个怒 就是这个怒 再来下一个 那 女 女 那 女 女 老师的性别是什么 是女生 对不对 女 就是这个 再来看下一个 了的双拼音节 了 啊 拉 了啊 拉 拉面有没有吃过呢 就是这个 拉的音 再来下一个 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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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就是这个 乐的音 再来下一个 乐 莉 美丽 表示美丽 漂亮的那个 就是这个音 再来看下一个 乐 乐 路 乐 路 马路 公路 就是这个路 再来看下一个 乐 鱼 驴 乐 驴 驴 宝丁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小吃叫什么 驴肉火烧 就是这个驴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会认的生字 第一个字 读作 马 马 马 三生 马 马字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写 第一笔是 横 折 第二笔呢 是 竖 折 折 高 记住 这是一笔写成的 竖 折 折 高 第三笔呢 是一横 三笔就写成了一个 马字 我们可以组词 马路 还可以组词 大马 骑马 等一等 那马路是指什么呀 指的就是城市里面那些 水泥铺成的路 我们就管它叫做 马路 再有一个句子 这条马路一直通到了村里 那再来看下一个 特 五 土 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土 土 土 三生 土 那土怎么写呢 第一笔 横 第二笔 树 第三笔 横 注意一下 第三笔横是最长的 要比第二笔横呢 要长一些 泥土 泥土是指的什么呀 种那些小花小草的地方 我们就是用泥土 那泥土是指什么呢 指的是可以用来种小花小草的物质 就是泥土了 再来造一个句子 再来造一个句子 种子要种进泥土里 才能发芽生长 开花 结果 要到泥土里面才能够生长 生活 那再来看下一个 不 不 不 和一切老师来读一下 不 不 不 死生 不 不字 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写呢 第一笔是横 第二笔是撇 第三笔是竖 最后一笔呢 注意是一个点 那不表示的就是否定的意思 我们可以阻词 不行 不给 不要 对不对 全部表示的是否定的意思 造一个句子 不行不行 妈妈不同意否定了她的提议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篇课文 我们要学习朗读这首儿歌 在这首儿歌里面呢 包含了我们今天学习的生母和育母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一起来读一读 轻轻跳 小兔小兔轻轻跳 小狗小狗慢慢跑 要是彩虹小青草 我就不跟你们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在读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轻轻 这个词我们读的要稍微的轻一些 读出小兔的那种轻盈的状态 那第二个呢 这个慢慢 我们要读的稍微的慢一些 就像是小狗很慢的在奔跑一样 再来看最后一句 我就不跟你们好 这是小朋友们在说的同真同趣 对不对 他们说的话呢 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所以呢 我们也要读出来 小朋友的同真和同趣 我们再来读一遍 轻轻跳 小兔小兔轻轻跳 小狗小狗慢慢跑 要是彩虹小青草 我就不跟你们好 那这首小儿歌 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写的是这些小兔子和小狗 他们非常可爱的一些动作 对不对 你看轻轻跳慢慢跑 那这些动作他们为什么会发出来呢 为什么他们的动作这样轻 这样慢呢 是因为他们怕踩疼了小青草 没有去践踏这些小青草 对不对 所以这首小儿歌是要告诉我们 要怎么样 保护这些小青草 要和大自然是友好相处的 不能够去踩他们 把他踩疼了 那就不太好了 好 那最后我们来归纳一下 在这一节课当中 我们学习了四个生母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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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了他们的读音 以及他们的书写 还有他们与育母结合时候的一个拼读 所以最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拼读 给他掌握清楚 在实际生母的时候 要注意结合图片来进行理解记忆 他们的形状像什么 他们和什么组合到一起 可以发出什么样的音 我们来看一下 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根手指 这是生母的 再来看下一个 大家对生母的一个掌握 要记住 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要会写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看图照样子把音节补充完整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给的示例 这个示例是什么 这是一大大米 对不对 那我们来拼一拼 它旁边的音节 的阿 大 莫一 米 大米 这就是在说 这幅图当中画的是什么 那我们照样子来看一看 下面的这两组音节 第一组呢 那我们照样子来看一看 下面的这些音节 先来看一下第一组 第一组图片当中画的是什么 是一个小喇叭 对不对 那喇叭应该怎么拼呢 乐阿 喇 巴阿 巴 对不对 那来看一下 它的音节当中缺少什么 缺少的是生母 乐 我们写下来 乐阿 喇 巴阿 巴 喇叭 再来看第二组图呢 第二组图这是什么 这是一幅 地图 对不对 那地图应该怎么拼呢 等于地图 图 地图 那我们来看一看 它缺少的是什么 缺少的是生母 特 我们写下来 等于地图 图 地图 是正确的 再来看下一个呢 这个是一个小猫咪 拿着一个气球 伸出手 再和你进行 问好 再说 你好 是不是 那你好 应该怎么拼呢 那以 你 和 好 你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缺少的是什么 生母 乐 把它补充进来 那以 你 和 好 好 那这道题呢 主要就是考察大家看图 补写音节的能力 我们要认识图片 知道图片里面画的是什么 然后再根据它的提示 来补写音节 好 同学们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认识了拼音王国里面的生母 德 特 乐 接下来呢 还没有认识全呢 还要继续在拼音王国里面进行遨游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拜拜